日本在汽车研发领域可谓是颇有建树 旗下更是拥有多家老牌汽车企业 比如说丰田 本田 马自达等等 而且随着全球国家开始提出碳中和目标之后 日本境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其中一种认为应该进行改革 朝着电动汽车的领域发展 另外一种声音则是认为 发展混动才是最佳选择 因此日本马自达 川崎 亚马哈等多家车企 拒绝签署禁止石化燃料的协议 也就意味着这些车企拒绝进行大改革 当然 此举业得到了多方势力的支持 其中必定包括丰田公司 要知道丰田旗下的普拉多 陆寻等高端越野车 一直都是该公司的摇钱树 如果推出电动车计划 意味着这些大排量越野车将会退出汽车市场 这一点绝对是丰田无法接受的存在 此外 雷克萨斯旗下的高端车型 大多以混动模式为主 而且销量也算不错 此举也得到了本田公司的效仿 如今也开始推出CRV 浩颖 威兰达等插混动力模式 除此之外 日本的日产公司 也推出了最新的E-Power技术 这一技术主要是通过电动机 逆变机 电池的组合方式 再加上汽油与发电机的加持 基本上可以实现通过汽油燃油机做工 将动能转化为电能 为电池组充电 随后再通过逆变器驱动电动机 然后驱动车轮 让汽车前进 这种动力方式的好处在于 不需要通过充电桩进行充电 可以通过发电 充电 驱动的方式实现自给自足 更为重要的是 日本车企旗下的产品 大多以燃油车或者是混动车辆为主 而且多年以来的销量还算不错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 为何日本车企拒绝大调整的原因所在 毕竟一旦推出电动车 绝对会被电动车瓜分燃油车的市场 再加上燃油车属于日本车企的根基所在 所以日本多家车企 自然会拒绝签署相关协议 没有想到的是 日本车企此番操作 却被马斯克怒批 愚蠢之极 之所以马斯克提出批评 完全是因为此人创立的特斯拉公司 一直都是以电动车为主 因此眼看日本不同意这一要求 意味着特斯拉似乎无法在日本得到认可 自然会让马斯克非常生气 对此只能说 因为日本的情况不同 尤其是对于一些大车企而言 绝对不可能放弃燃油车 所以即便遭到马斯克的批评 但是想让日本车企做出改变 基本上不大可能 甚至可以说 此举无异于让日本车企自断臂膀 因此 只要日本车企不傻 绝对不会签署相关协议 可是 对于日本整个国家而言 想要实现碳中和 改变燃油车的研发数量 必定是主要手段 这就导致 日本车企与日本当局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 而且 双方可能谁也无法说服谁 毕竟在日本车企看来 混动才是未来研发的重点 与主要方向 因此 日本的新能源汽车研发之路 可能会存在不小的阻碍 再加上冬季新能源汽车的表现不佳 自然会被日本车企直接否定 尤其是对于那些生产越野车的车企 难道 依靠新能源 可以实现重度越野 很明显 此举并不现实 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何会遭到日本多家车企的反对